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主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是实际的人生里 我们会觉得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当婚姻中碰到了很多挫折 不如意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会坚持说 I do 我愿意一起走过所有的酸甜苦辣 那么到底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才会明白爱的真谛 来 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的分享 首先欢迎是永远的偶像J 欢迎 永远的偶像 菁姐好 大家好 金马人气 张世音欢迎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妈主主播美讯欢迎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的导演作家Edge欢迎 今天都改 好 大家好 今天都改称呼了 帅哥导演 作家 OK 可以 我想先为J 你是二零一九年结婚 在你婚前是维持长达七年的地下情 对 就是我们在一起七年 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正好是 那时候还很偶像挂帅的时代 然后我已经从小你知道 十五六岁出道 然后已经养成习惯这些事情 所以任何在街上 譬如说牵手或什么都不会有 甚至是如果有比较轻蔑行为 你会不自觉抽开 记者好像来了 狗仔 就你已经习惯 就有触碰到就自己抽开 就是这已经变习惯动作 那你们双方都可以接受 他也不会觉得说不舒服 如果问我 我已经习惯到 我不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展现自己的爱就好了 但是可是他其实当时也是一个 还算蛮知名的车模 那他也有很多粉丝 所以他也很偶包的人 对 可是我们好像都不在意 可是曾经就有一次比较严重 因为在台北我抽开 可能还没有那么 好像很平常这样 我还记得也是 我们类似去澳门之类的 连澳门我都习惯抽开 到澳门了也好 他就真的当天晚上就流着 就是含着泪跟我讲说 其实他很受伤这样子 OK 那你们两个 你看偶像碰到 摩托尔界的这个车界的女神 两个人在相处 应该也不是很容易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就感受到那个星寒 是很特别的 是因为我老婆是一个水瓶座 天马行空 外星人 天马行空就 但一开始我还没摸透 我可能会用以往 那你是什么星座 我天蠍 记仇 很坚心 可以 你相信好了 天蠍很照计划来的人 然后水瓶是完全 很自由 不照计划来的人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 我就刚开始在一起 很心寒的是说 你可能用以往 你对人家温柔的方式 你觉得男生就要贴心 替另一半想好说 我要送你什么 我帮你安排好节庆的餐厅 我已经忘了是生日 还是情人节 订好了餐厅 礼物都买好 准备好了 那首先是订好餐厅 因为当时 算是很多人在网路在传说 这个餐厅不错 然后很多人争相订不到 那你订到一般人 其实也会算蛮开心的 结果我还记得一到门口 他就立刻说 我不想吃这个 我们来这干嘛 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好直接喔 就是他不会去罪事 他不会稍微遮掩一下 也不会 也不会说 就是说看在我可能订了 然后人家还欢迎我们 然后这样 JR你好 怎么样之类的 那你这种天蠍个性 不是很受伤 超受伤 那时候第一个就整个凉到脚底 脚底凉 脚底凉到头顶 那真的会很心寒 就也不稍微就吃完再走 可是他会水平是觉得说 你帮我决定 那这就不是我想要的 那我说你想要吃什么 因为当时还东区 所以没有功劳苦劳也没有了 他就去旁边吃 我想吃料椒米粉汤 然后我们那个情人节 还是生日就吃料椒乳酪饭之类的 然后他就很开心 可是他就不会给你面子之类的 然后我还记得生日 我已经知道他想要那个笔电 我就买了笔电 对 那这是他想要的吧 对啊 这我总算是照着他的心意 这功能性的嘛 对 应该没问题 而且玫瑰金 他喜欢颜色 可是我就天蠍就假的 天蠍就你知道 很想展现 那个你多一天的热情 对 创意 我就用那个刻了他 我老婆叫Lucy 刻了他那个银色的名字的贴纸 然后一个一个用那夹子夹起来 贴在那个笔电上 先拆开来 Lucy 贴完之后对不对 然后他比对之后 公分数差不多 再去请人家 把那个苹果电脑包磨起来 好用心喔 因为那磨丝开 要再包起来一次 对 然后拆开来 他可能觉得 对 的确 这是我想要的礼物 蛮开心的 这看到Lucy好感动喔 没有喔 那是开 但是还没有打开盒子前 他看到电脑 是他要的 他很感动 打开了一看到那Lucy的名字 我不要电脑上写我的名字 然后我说 对 我说惊喜 那你就用一阵子 不习惯在那个 然后就没讲话 当下他就拿了 他类似也是那种小夹子 就把那个贴纸 一个一个撕下来 然后你知道 你真的是心寒到就是 这已经到有种怒火了 对 然后就是很直接的这种 你有跟他发过脾气吗 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其实刚开始真的会 刚开始太争吵了 因为天蝎跟水瓶 是完全两个天平两端 那基本上前三年 我们随时都是觉得 会分手的感觉 OK 我还记得有一次 他是把买的牛肉面 往我车上去甩 门一关 掉头就走了 还送一碗牛肉面 好险没有撒出来 然后我还记得我当下 当然你会担心他的安危 然后你要去 想要下车去找他 对 现在发现你脾气很好 可是我没有 我开车就走了 然后我当天到晚上到第二天 我都没有再接电话 可是这个就给了他 不要怎么讲 我没有顺应着他的方向去做 反而给了他空间去想说 他是不是 不应该做这么激进的行为 你也没有那么顺着他 所以经过了七年浪漫的 霹雳火剧情之后 现在终于修成正果 有比较开心了吗 这个心寒是有阶段的 有阶段 有小孩又进入另外一个心寒的阶段 小孩生了大家说 小朋友是带财 然后很顺利 对的确工作蛮顺利的 可是19年我刚好经历就是说 我自己的一个投资 就有点就是赔本了 所以经历投资失利 然后我当时车又被撞 然后我又每天在拍 昂党的连续剧 几乎都没什么睡觉 对 然后那时候又流感 我就那时候一两个月内 整个半年内 就是这几件事 完全同时进行这样 然后有一天我记得 我真的就是有点快倒下了 然后我就拉到他 我说 我说妈妈 我觉得我好像 那种负面的感觉 已经到不能呼吸的感觉了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很OK 他给你一个抱抱 对 是不是 通常就是然后一个抱抱 你其实就想讨抱抱抱这样 就他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就掉头就走了 我就真的跟当时 刚在一起的时候 心寒从脚底 心寒到头顶 他其实是个一致性 还蛮高的人 就是想说 什么的 怎么了 那当然是有故事 就是后来才知道说 他当时是严重的产后忧郁 他自己也有问题 他自己的问题也很大 因为那时候状况变是说 因为我自己天蝎就是一个 我决定要爱你 我就会真的很 鸡婆去管你的生活 去照顾你 比如说他爸爸很喜欢我 一点是 我是唯一一个会叫他喝水的男人 就我逼他说 你每天要跟我一样 我们喝五百CC 我会揪他一起喝水 对 然后吃维他命 也会帮他准备好 让他吃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是有一个 小小罩门是 我很怕女生的长头发 掉到地板上 就是我踩到头发 我小时候看那个 咒悦那个电影 有阴影 我讲真的真的有阴影 我踩到会那种不寒而栗 长头发不要掉在地板上 这个肌体撑得太低了 对 但女生吹完头都很容易 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会很贴心说 我没关系 我帮你拿吸的能力吸 或是你叫我来吸 但因为我真的怕这个罩门 那婚前这已经行之有年了 生完小孩之后 刚刚讲这几个点 比如说 轻衣我们去喝水 轻衣吃维他命 轻衣我帮你吸头发 他是瞬间那种暴怒 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喝水 我不吃味道 他们也可以好好的 就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才发现说 这个行为已经有点 可能是真的是有点怪怪的 然后后来才知道他 严重的产后优异 加上产后吊发 然后看到那个头发 吊到地上是平常两三倍 女神级会受不了 对 因为他没有胖太多 他身材很快就恢复 可是吊发 他真的就是 就蛮惧怕的 所以你不断在一个心寒的状态 然后他又产后忧郁 这样你们两个 怎么走过那个第一次 那段时间真的是 真的太经典了 太经典 对 因为我知道 他是因为产后的状况 然后怎么讲 当然我自己有一些比较 比较土法链钢的方式 我是靠健身 还有吃来舒压的 就是我真的是 那种遇到很不好的事情 我是可以一直狂吃 然后蛋黄酥吃个十颗之类的 蛋黄酥 然后他们就说 你真的心情不好吗 我说我真的心情不好 那我们两个找到一个 另外的方式是 其实对天蝎来讲 的确我是一个很要求完美 希望按部就班 什么事都要有计划性的 那但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你自己也可以 训练自己放松 他不吃维他命真的不会怎么样 少喝一杯水也不会怎么样 这些头发 你不一定要在他面前吸 我自己用另外解套的方式是 我会偷偷 偷偷在吸那些头发 把它吸掉 然后不让他看到之外 就是让他不要看到 自己掉那么多头发 然后或是他会说 你干嘛一天一直在吸 吸尘剂 我说因为这个 这个手持的那个吸尘剂 电池我觉得开始 有点快坏掉了 那我今天彻底吸完之后 我去充完电 再试一下 他是不是还可以吸三十分钟 我就假装在测试 你还会编理油 对 就是让他不要去 把重点放在他的 掉头发这件事情上 然后才慢慢 把这个重点拉离开之后 大家都没有那么纠结这些事之后 然后度过那个情绪 或负面很严重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温馨 很用心 就找方法 你有一次你老婆 其实她在一次聚会 有跟你说抱歉 那次让你很难过的那一次 就刚刚我讲说 我在自己很糟的时候 她冷眼看了我就走掉那个 但是真的让我想到 都会有点难过那样 因为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需要抱抱这样 然后是大家在朋友聚会 喝酒的时候 稍微给也是微醺吧 她就有说 她觉得她自己 是无法给另一半 很大正面力量的人 那但她后来跟我 就是说她也不想这样 对 但是因为当时 她自己的状态也不太好 那微体量就是 才会忧郁嘛 我们都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但过程是真的是 很多学习的 来问一下很有经验的H 这个天蝎偶像跟水瓶 女神的互动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很棒啊 很棒的人生经验 其实很棒 就是我觉得很极致的天蝎 因为她会想要控制别人 讲白一点是这样 然后很极致的水瓶是 完全不想被任何人控制 无法 对 所以你们 那两个极端 所以你们就遇到了 那那也没办法 我们如果讲 难听一点的话 也许你是爱上她的美貌 我们讲白一点是女神嘛 也是还很漂亮的 你看好不好 超正的 好不漂亮正啊 不对 这好事啊 我讲真话 男人也女人都一样 就是你既然爱上她的好处 你就不得不去接受她的 可能你无法控制的地方 因为女神嘛 女神做什么都可以被接受 你刚刚听杰亚在讲那一段 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在调试啊 都是你在调试的啊 所以你很辛苦 因为你这手是怪怪的 你懂我 握手 对啊 所以但我是认为这样 就是她既然自己都知道 自己没有办法给你一些 比较好的情绪回应的话 我觉得你得要自己去学到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支援系统 支持你的情绪系统 各方面的 你刚刚讲的运动啊 吃东西 那是一方面 可是你还是要有人可以讲讲话 找哥们也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这样 包括她也是 因为如果这个太太 她是这么的自我的人 她做什么事 她难过了 她才会忧郁了 她掉头发了 她也不想跟你讲 也不想让你看到 她没有人可以讲 她到底里面最后会爆炸的 你们这一队其实我觉得 我刚刚说人生经验很精彩 但事实上 我觉得有点踩在钢索上 因为两个人都有可能会崩溃 所以我认为是 我的建议是 你跟她都要各自有各自的支持系统 她要有她的好朋友 如果她从你这边得不到谅解的时候 她要有人可以讲话 爸爸妈妈也好 好朋友也好 姐妹也好 你也是一样 所以最好还是有备案 备案 备案的意思是 备案就是有一个朋友 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朋友都备案 生物线之类的 我的备案不是说另外一个人 有一个不是说一个伤害女人 你今天做专家去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给了很好的建议 然后我知道就拿了说 专家建议我要有个备案 所以我有备案是合理的 找朋友聊 不是 打给我嘛 打给我啦 打给我这样OK吧 H专线 我陪你吃蛋黄书来 慰爱嫁到台南 结果第一个除夕业就落泪 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 好 适应是结婚六年 那当初你跟老公是闪婚啊 算是吧 就是认识几个月就结婚 因为我先生其实是一个蛮 就有什么就讲什么的人 我们是在网路上认识的 然后一开始我看到他的网 就是他的页面 总是都贴一些山啊 天空啊 一些就是户外的照片 没贴他自己的照片 对 户外的照片 然后我其实不是一个户外型的人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 应该跟我八竿子打不到吧 应该不会有交集吧 然后是有一次 我刚好跟朋友要去爬山 然后想就随口问问说 什么山可以爬之类的 就这个人突然 本来都不太讲话的人 他突然就开始 偷偷不觉地说了 他对山的热爱 山什么爬啊 山多漂亮啊 或什么什么巴拉巴 台湾哪里有多少山 什么什么百岳 什么讲了一大堆 然后他在讲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是文字 但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看到这个人 眼睛里面在发光 然后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个人怎么会 讲到一个东西 变了一个样子 然后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网路上聊天 那一开始其实我们聊天 也还蛮 就超像那种家人在讲话 其实不是网友认识的 讲话像家人 对 很特别 那个对话就有点像是那种 好比说 你要吃饭了吗 我今天吃 我今天吃豆菜面 你知道什么是豆菜面吗 它是台南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类似就是其实蛮无聊的一些对话 但是时间久了 他那个对话却有点像是陪伴 你会慢慢就觉得这个人 好像就是很稳定地在那里 对 然后我们甚至连 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突然讲到说 对他来讲 他觉得照顾我是他的责任 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还没有在 对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然后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心脏突然漏跳一拍 想说 你这样跟我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也没有在讲 下一期就应该要求婚啦 可是明明还没在一起 对 我想到 而且他讲得很自然 他自然的像是好像说 我早上起床就是要刷牙 这样这么 就是这样讲过去的一句话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高手 他不会一开始跟你说 我想拔你喔 但是让你已经 慢慢地甩不掉他 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然后来一句这样 还没交往就变家人了 对 有点像是 对 对他来讲 他觉得 相处还不错 那我们就结婚吧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特别求婚 然后你就说 好吧 好啊 那我们就结婚吧 是不是 不是 拖呆也没有那么难 这样子聊聊就 结婚就好了 就嫁了 而且一嫁从台北 嫁到台南去 你才做得蛮勇敢的决定 但是你嫁到台南 第一个除夕夜 你就哭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家里 其实家里的习惯是 除夕夜一定要是 所有人都把工作放下 大家都回到家 然后我妈会煮一桌子的菜 大家聚在一起 就算只是互相逗嘴 都也是大家聚在一起 好好的吃一顿饭 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先生他的工作 是在彩券行里面工作 那彩券行在除夕夜那天 生意特行 很重要 对 没办法休息 对 好几个家都在 彩券行的团队 对 所以我第一年 嫁给他的时候 除夕夜那一天就是 一直忙 忙到打烊了 然后十一二点回到家 我才想说我没有好好吃一顿饭 然后就去煮了一个面 然后自己坐在餐桌 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然后又很累 然后在那边吃那个面 我就突然觉得 天啊我在干嘛 我就好悲伤 我就连年夜饭都不能好好吃 当嫁回人妻的第一次的 除夕夜是没有除夕夜的 对 没有 后来就理解说 那可能真的是 每一个家的习惯不同 对我来说 年夜饭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仪式这件事是重要的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过生活是重要 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这样就好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算是 蛮努力在适应 没有拍戏的时候 你就是在采卷行帮忙嘛 但那时候你发现 算账这件事情很麻烦 对 我发现人真的是 每一个人专业真的是不同 就是在结婚之前 我还自诩觉得自己是一个 聪明伶俐的女孩 就是举一可以反三 但是去到采卷行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政府不是有发现 一个什么动资券嘛 对 就是 因为我先生工作的采卷 好像有卖运采 然后动资券就是拿一个序号 你就可以去买采卷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我在固定的时候 遇到一个客人 然后那个客人 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太懂 这个东西 他就拿了券来 拿了号码来说 你输出看 但因为那个时候离动资券 发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过期 所以我拿着他的号码 就是上网这样输入了一下 想说这号码是可以的 那应该是可以买吧 然后我就帮他买了 而且客人其实还不知道怎么买 我还在那边帮他想说 我帮你买个比赛 就是这边也买 这边也买 这样两边总有一个人会赢 赢了你就可以拿钱了 这样是不是很棒 然后帮他弄完之后 结果等他离开之后 我才发现我刚刚进 就是登入那个序号 我好像手续没有做完 我其实那个钱没有拿到 等于说我自己赔了 这个钱就对了 然后后来我老公回到店里面 发现了这件事情 他就开始 他就有点生气了 他就开始念 他就觉得说做事情 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这么大意 你手续还没有完成 你还没有确定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卖了 那你自己是不是赔了 那我其实是一个念不得的人 已经被念 我就钱包拿出来 五百块给你嘛 大不了 对 可是对他来讲 他觉得不是钱啦 就是做事情小不小心 对 你觉得你已经很 你叫到台南还帮他顾点 已经很认真了 你这么努力地融入 这个台南的家庭生活 但是后来有点让你觉得 有点难过 因为你的老公 连你的生日 不要说除夕 你的生日也没有帮你过 对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真的很朴实无华 你看看 这位老公准备了这样子 对 也是心寒 倒不如不要准备也是心寒 他更心寒 他没有生日 对 就是我们通常不太过什么节日 但我本来也不太过啦 我觉得每一天过好比较重要 对 然后可是有一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情绪来了吧 就觉得说我嫁给你那么久 你从来都不在乎这件事情 我生日你弄个蛋糕好歹吧 好歹不然你弄个花也可以吧 我嫁给你 你都没有送过我花耶 然后我就一直随你 然后后来他可能受不了了 他就开车 然后到了花店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那你要什么花 我说你怎么会问我呢 我喜欢向日葵啊 那不然玫瑰花也可以嘛 结果他就进去了 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 他就带了一朵向日葵 加三朵红色玫瑰花 然后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我就有点 三条线 这组合就得起 太快了吧 三朵玫瑰配向日葵 对 不然你可以买年薪嘛 也没有 就真的就是这样 他是很务实的人 对 他真的很务实 你教他一个动作 他就真的是 对 所以就觉得 好了 我也不能再怪什么 至少是我要求的 现在是指定要讲清楚这样 好 婚姻就是要试着去了解 跟欣赏另一半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一个 非常试试精准的先生 你又该怎么办呢 好 美萱去年是闪架一九三 这个高帅的工程师 应该是很开心的 但听说结婚第一次的周年 纪念日 你就觉得有点难过 为什么 其实我现在因为新婚 其实每天我们都还是 非常甜蜜的状态 但是就是在我们一周年的时候 又想突然有一个念头 我们真的还要继续走下去吗 这么快就有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 是因为 我们结婚周年的时候 我老公非常的用心 他在半年前 他就先已经预定好了 就米其林餐厅 得奖的餐厅 然后订好了饭店 然后我们要就是四天三夜 就是度过我们的周年 但因为那时候 我还在电视台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刚好 在我结婚周年的前一个周末 然后电视台说 明天开始我们换全新的时段 那所有的祖国进修 那我原本排好的四天的假 就一定得取消 因为新政策开始实施 你不参加 那你以后还要 还要继续播吗 然后我先生就很不高兴 他应该很难理解 因为他是一般的上班族 对 他很难理解 他觉得我们都排好了 你不能去跟公司说 你就是已经 而且我们的饭店 还有餐厅都已经订好 是不能退的 因为你只是前几天讲 是已经完全没办法退的 所以再加上这样子的意思 他觉得为什么 你就去讲啊 所以我就也有点夹在中间 然后我也有点委屈 这也不是我愿意的 但是那就是我工作 没有办法 结果我先生说一句话 我整个就是 两行累快下来 他说好啊 那我就自己去啊 我自己去吃 自己去玩啊 然后我想说 就他自己去度假 对 他就说 我自己去 对 起码省钱 因为基本不能退嘛 是没有错 但是我就觉得说 天啊 我才结婚中年 第一年 然后你就这样 你就要抛下我 然后这么重要的意思 你不在我身边 然后当然第一秒说 可是你也不能陪他 他就自己去度假 是你抛下人家吧 那我也没有想要 可是他的问题 好像是因为一般人 真的不了解说 主播或者是我们这个行业 很难去调整事情 没有那么容易请假 对 然后我开始就是脑补 很多小剧场 那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吗 是不是要趁着还没有小孩前 我们要不要先结束 我就是已经想到很多很多次 因为对我来说 我前面都非常甜蜜嘛 你像宇宙吗 不是 我是天秤座 对 但是我就是觉得有一个冲击 但是还好就是很快就是隔天 我老公就打电话跟我说 就是对不起 他昨天讲话 就是情绪比较上来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了让我难过的话 他说他也非常的抱歉 所以还好这个危机就化解了 而且美萱做了一个 很有勇气的决定 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 跟老公有时候分隔两地 你辞掉十二年的工作 从主播的位置退下来 搬去苗栗跟她一起生活 一个去台南 一个去苗栗 对不对 你看看 很懂事营的那种感觉 伟大的人气 对啊 因为我从大学读书 然后工作一直都是在台北 然后从来没有离开家过 那结婚后我觉得 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以前全心全力在工作 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有些时间 分在家庭 所以我就离开 然后到苗栗 那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到苗栗 因为我家住在渔港旁边 就其实有一点偏僻 我连要叫外送 都没有 因为我是客家人 我们家住南苗 除了南苗那个小公园 三角公园那块热闹之外 苗栗其他地方都很不热闹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天看到 我老公下班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晚餐 每天都可以这样 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到苗栗之后 反倒对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追垃圾车 追垃圾车 对 因为我以前住台北的话 就是家里楼下就有垃圾桶 可以随时随地都要丢 但是到苗栗的话 是二四六才有垃圾车 然后又是晚上大概六点 所以你知道时间过了 你的垃圾就没办法到 那我老公是一个非常注意整洁 很爱干净的 所以如果当天我没有倒到垃圾 我老公回来第一句话说 你倒垃圾没 他忍在意这件事 我说今天因为那个 他那个垃圾车铃声响之后 我要搜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跑出去追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你那垃圾车跑这么快 就因为我太慢了 我还搜... 然后全部然后开门 然后冲出去 大家的垃圾车 没有什么声音 所以我当天的时候没有丢到 然后反倒他一回家 就说你没丢到 但叫垃圾车 要在家里再放一天 就反正倒垃圾 变成一个我很有压力的事情 我以前是跑新闻 被那个新闻 可能比较有时间压力 结果我现在的压力 是追垃圾车 真的我觉得生活转变很大 这做追垃圾车要打小枪 你在家里要打小枪 因为蟑螂我觉得 女生都会很害怕吧 是不是 男生都会 不要说女生 对啊 然后小强 如果平常在外面我看到 我是不会大尖叫 但是因为在家里 他跟我共处一次 有时候就有一次就是 出现一只大蟑螂 那我先生就上班了 然后出现的时候 我就吓到就是跳到 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惊声尖叫 然后就赶快打电话 跟我老公求救 那因为他在上班 也没有 也没办法 他从新竹冲回来 应该有点久了 也没办法 我就说怎么办 有一次蟑螂 我就开始电话连线 跟我老公讲 那个蟑螂的一举一动 就我以前是电话连线 讲新闻事件 然后我这次是电话连线 小强入侵机 对 就他现在跑过来了 然后他在家里头 绕镜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跑到 这真的是绕镜啊 然后我又一定要打死他 不然要他跑走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又会再冲出来 打死你敢插吗 对这也是 然后我就拖鞋丢了好几次 终于砸中他 砸中之后 你知道那个命案现场 我也不敢去靠近 然后我就用卫生纸 把他这样改住 对 然后我想说 我要怎么把他清理掉 因为我觉得 我只要碰到他 有那个尸体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会很害怕 然后我就跟老公说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我老公说 你不要紧张 我今天就早点回去 还是你用那个吸尘器 把他吸走 我想说好好好 我就用吸尘器 要圆圆地这样 把他吸走之后 然后赶快把他 拿到外面去放着 我就觉得天哪 就是离开台北的生活 真的一切都要 自己去面对 包括遇到可怕的小强 也没有人可以帮我 能想象的人际生活 原来是追垃圾车 跟小强搏斗的生活 对这也是我以前 从来没有想过的 都要独自面对 你们夫妻生活目前为止 你觉得最心寒的事情 是一颗月饼啊 没错 就是前几天才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自己工作嘛 所以常常 比如说我要拍个照 那因为我住的 比较偏僻的地方 你也没办法去给人家 吹个头发 化个妆 什么都要自己来 那有时候你要拍一些照片 丰富你社群的内容 都是自己去弄你的妆法 样子 然后自己架那个自拍棒 然后我就是拍个月饼礼盒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家住透天 一楼是客厅 那二楼是卧室 那因为我老公非常爱干净 所以我们家的二楼主卧室呢 就是比照捷运 禁止饮食 比照捷运 就只要进了那个 我们要摔又有考 我们要进去 没事没事 你坐 这样才不会有小墙啊 对 也是啦 也是 我老公也是这个用意 所以只要进了那个房门 那一条线 就不能吃东西 你要吃东西 对对对 你黄 就那个磁砖那条线 不小心会嗶嗶 我老公的警铃就会嗶嗶 就会想 但因为二楼光线就比较好 有窗帘 所以我就把那个月饼拿去楼上拍 那我知道不能吃 所以我切开之后 我只拍出那个假装吃的样子 但我没有吃 我就是拍完之后收好 这种一定要吃一下才静夜啊 不然没有感觉啊 可是二楼是 二楼 罢查严重 只会罢钱 罢查 待会就来了 对 所以我就是全部弄完 收完 然后再去一楼 然后拍吃掉的 限时动态影片这样子 然后弄好 照片也修好了 我老公回来我就很开心 想说老公你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拍的照片 然后他看了两眼之后就说 你今天追垃圾出了没 这个是没有 这是前一天问的 结果我给他看照片 他居然说 你把月饼拿到二楼去 你还把它切开 你的刀子切完之后 你放在哪里 我说我刀子就放在床头柜啊 然后他就说 那你刀子下面 有没有铺一张卫生纸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这样就会有 屑屑掉在那边啊 床头柜可以有灰尘 可以落灰 但是不可以有屑屑 然后我心里 他会拿放大镜去检查吗 他只是他没拿放大镜 去检查而已 就是因为我觉得切月饼 会有多少屑屑 但是他觉得只要有一点点 有可能就会有小虫过去 然后更让我心寒的是 他就说 这个照片我看了就生气 因为就是可能会弄脏 弄脏卧室这样子 然后我立刻就两行累下来 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了一个下午 然后自己弄东弄西 即便开的冷气 我都已经拍到流汗 然后那些中宝 而且你还拿到一楼才吃 对 我已经忍住了 而且那个月饼好香喔 我好想要吃一口 但放到嘴边 我都忍住我没吃了 然后他完全否定了我 就是这么辛苦拍出来的照片 然后我就非常的难过 但是后来我也理解 因为他也是为我好 因为我就是很怕蟑螂的人 那你楼上没有保持清洁 那就会容易有这些小昆虫小虫 我觉得老公也好好看这一集 你那个台北快乐妈宝女孩 为了她搬到苗栗去生活 然后整天就等她吃一餐饭 然后很开心在一起 拍个月饼 让你这么难过 其实真的有点委屈 虽然有点小委屈 但是后来我老公 我也慢慢去跟他讲我的想法 他慢慢他也能够理解 所以我这么有 他就说没关系 还有什么照片 我来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 有点像是你要变成一个 拆弹专家 就像刘德华那个电影 因为你不知道你们两个人 有时候可能你们先划 对 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炸弹就会引爆 所以当那个炸弹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看哪一条线 要很冷静的 然后把那个会争吵的导火线 剪掉之后 危机就化解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这一次一次的 谋合当中 我觉得要谋合才会越来越合 对 所以一次一次是有去度过 其实他们两个拍YouTube 那种Vlog的话 他跟小强的一天 然后他再采俱航的一天 其实很想看 对啊 点阅率一定很高 一定很高 点阅率超高 这么容易 其实我可以推荐你 那个小强用喷的那个泡沫水 就可以了 有 这个还需要推荐吗 就是 另外一集是他们两个 一起面对小强 有回来我老公立刻就帮我 做那个泡沫水 对 帮我装好 放在门口 然后问一下一句 你怎么看这对星坤夫妻的互动 我本来想了一段很温馨的开墙 后来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在套在这上面 我本来想讲说结婚就很像 重新投胎 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是 我没有想到你这样去苗栗 这件事情在你前面 并没有观察好 对 然后我当然我刚刚听到 我说我本来想跳过这一段 是我吓到就是 追垃圾车也好 打小墙也好 其实这对一般人来说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算在台北 也是一堆人每天在过的生活 但是你不需要到苗栗 才要体验到 所以这对你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它只是提前让你 认识人世间的疾苦 本来就是这样子 疾苦 这样子就已经 体验成事情 你不觉得他讲这个他都 大师开示的很有道理 就他终于下凡来 跟我们一起感受人生了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但我刚刚听到的 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是 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 包括你先生的那个洁癖 可是我觉得那种严格的程度 我反而觉得你们这对婚姻 我觉得后面隐藏的危机 其实还蛮大的 当然每一对 我觉得每一对夫妻 都是这样 看起来幸福怎么样 所以这一对比这一对 我觉得这一对比这个还严重 我说实话 因为他们走了九年了 他们该搞的 该打的 该砍的 都已经 对 都见骨了 但他们这个不是 他现在这个水 他们现在还很礼貌 他们现在水深不见底 你还不知道他们会发生 小孩有更多事情要体验 因为你刚刚听他讲的就是 到个乐视 他都要有心理压力了 这个是多么 多么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都住在家里 我大学工作都没有离开国家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被家人 保护得蛮好的 然后他对这个婚姻 有很高的期待 对 就是这个期待会破灭 他现在这一块一块 在瓦解当中 他现在 好 怎么办 OK 好 希望神预言 这个没有说肿 我们先进广告 希望没有说肿 好 嫁到台南很不容易 什么都要学 还要经萃券行 我想问一下思颖 这六年来相处磨合 你觉得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觉得其实看人真的是 你要看到他的灵魂 要看到灵魂 对 就是你才能够 这感觉我好像其他都腐朽了 只能看到灵魂 对 就是要把那些外在的东西 要先把它放旁边 就是真的看到这个人的核心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成长 被你真的很不同 生活习惯真的很不同 然后所以结婚之后 其实我有试着把自己的标准 一个一个地打破 然后去理解说 不同的生活习惯 他们也其实活得好好的 比如说他洗衣服的方式 跟我不同 我洗衣服一定要晒得好好的 角度都要好好的 每一件衣服看起来 像立正站好一样 可是我先生他晒衣服 就是很像每件衣服都在跳舞 都是歪歪扭扭的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受不了 受不了之后念嘛 念也没有用 那干脆就自己做 那但是当然后来 就会觉得说不平衡 然后就想办法说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事情 平衡回来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这么不在乎衣服皱 那是不是我衣服 帮你收完之后 我直接放衣柜就好 他说对啊 你就直接放进去 所以后来我收他衣服 我都不折了 就是他的衣服 全部都是塞进去的 就是去找到一个平衡啦 或甚至是 好比说他也无所谓 那你干嘛那么在意嘛 他穿得衣服开心嘛 对 就是去找到我自己的平衡 然后去接受我们的不同 或甚至是好比说 上厕所他都不好好冲 之类的 就是 像我 什么叫不好好冲啊 不就是一个 就这样 按半下 对 或是按了之后 没下去 那我就走了 对 这个你应该会生气吧 对 我超生气 因为我性厕所 我一定要洗得很干净的人 对 然后可能一开始讲 没有用两次 三次 四次 我就会认知到说 这个人就是不在乎这件事 那我一定要自己想到办法 去平衡这件事情 这个怎么平衡 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刚好看 以后我要是看到 你没冲干净 我就要拿一百 拿一百 对 罰钱 对 然后后来就真的让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会说 你要给我一百 然后他就会很压抑地看着我 然后给了我一百 跟他家二楼是差不多的吗 没有 我觉得其实后来 真的就是去找到 两个人的平衡啦 去接受他 他之所以成为他 他长得也是好好的 所以他的一切习惯 也有他的道理在 那我不习惯 那我就自己去调整我 然后让这两个人 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然后以及重点是 我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而讨厌他 因为他做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讨厌我而做 他不是为了反抗我 他其实还是爱我的 只是我们习惯不同 理解了 所以你要爱他 里面那个灵魂 对 要看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要爱到灵魂深处 对 好 其实要讲一下他的优点 你在二零一九年这个 拿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就你老公好兴奋 其实他是蛮支持 蛮挺你的工作的 对 他还蛮支持我 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 做女演员很容易 好像因为要结婚 好比说我一结婚 有生小孩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问我 是不是要退出演艺圈了 我那时候很差异 我想说为什么生小孩 就要退出演艺圈 现在二零二一还要有人这样问 对 而且不只 生第一个时候有人问 生第二个还有人问 就是很理所当然 所以我先生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他很支持我做的事情 然后只要他有空 好比说我出去外地拍戏 他就会跟着我去 如果他有空的话 因为对他来讲 他把这当成是玩乐 他就去把我放下来之后 他就自己去玩了 所以得奖的那一天 其实镜头拍到他 他眼睛有泪水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 不会讲爱的人 对 但是却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看起来好可爱 对 就是不食无花的人 真的 拿上日葵跟玫瑰花 对 看起来是一个很幽默 会逗你笑的人 其实不会 他的笑话超难笑的 每个人笑话点不一样 没有 他真的跟我差好多 你有常陪他去爬山吗 有 为了爱他 所以我陪他去爬山 我觉得你可能靠在旁边 感觉好像你很有安全感的样子 是 所以我才嫁给他 所以他的存在 他不用特别做什么 你就会觉得有安全感 因为看到了他的灵魂吧 看到他的灵魂 你这样感觉像通灵少女 你知道吗 好宣誠 美萱是就要记起来 看到他的灵魂 我回家就努力看 先生的灵魂 那美萱你才刚刚结婚 经历了这一些 刚刚讲的一些心寒时刻 你现在对这个婚姻的看法是 你有沒有觉得 还有后悔的感觉吗 其实不会啦 因为刚刚毕竟 其实感动的时刻 还是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我先生是一个 非常细心的人 然后非常仔细的人 我朋友帮他举个绰号 说你老公是柯楠 因为他观察很敏锐 比如说我在家里 月饼屑屑屑都不可能 对 可能 就我家里可能多买一个水杯 多买一把剪刀 或是我多吃了一块饼干 他都会发现 这我都会知道 因为他可能丢垃圾的时候 他就看到多一个饼干袋 对 我老公是摩羯 天心摩羯 摩羯也会拿 对 就很仔细的人 就是观察很细微 他说观察这些干嘛 少一个饼干会补进去吗 是不会 他说他表示他有在观察你 对 他说你把最后个饼干吃掉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些细节 就是表示他细心 因为像有一次 我烧热水的时候 不小心被那个热气给烫到 然后我就赶快去冲水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老公走进厨房里头 我怕他担心我就感觉 就是假装在洗手这样 但是他就觉得 我神色看起来怪怪的 他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就看到我手在冲水 他就说怎么了 你烫到了吗 你怎么会烫到 等一下你干嘛要假装 你就烫到跟他讲 因为我就不好意思 我想说就是 我觉得因为我很笨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不想让他担心 所以我就假装没事这样子 就是他说危险的原因 对 然后但是我老公 你们还没有把灵魂展露出来 这个不要假装才对 烫到就讲出来 然后我就 我就有点像小朋友做错事 你就会不敢讲那种感觉 但是我老公一知道 他就立刻赶快冲出去 帮我去买烫上药 然后去买那个除霸的药 然后每天都帮我擦 结果有一天晚上 我们都很晚睡觉了 然后一两点 可能也都已经躺下去睡五分钟 我老公突然 弹起来 我总说怎么了 然后我老公还说 不是 你今天忘了去 倒垃圾 不是 我老公刚才弹起来说 他说老婆 我忘记帮你擦药了 对不起 然后他就赶快跑去楼下 拿那个药 然后再跑上来 帮我洗下来 对 而且我们都已经 躺下去五分钟 而且都已经很累了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他跟我说对不起 他觉得 他忘记帮我擦药 是他很抱歉 对 他没有帮我照顾好 因为他就觉得说 你这样会留下巴 会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 非常觉得感动的地方 这个很窝心 这下来没有接受过这种事 对 通常是我做这个事 可是他很细心 我觉得这很难得的 男生他比较没那么细心 对 我老公很细心 而且他真的很贴心 这个是我们一起去参加 那个双子星的路跑 然后要穿上那个 非常可爱的双子星的T恤 对 你最喜欢这一对吗 对 然后他也为我穿上了 然后还抱着这个 可爱的玩偶 然后我们这个拍照 这个景都是要排队的 要排队排很久 然后他也愿意在那边陪我等 然后在那个少女星的场合 他一个一九三的高大男生 然后站在那边 然后跟粉红色 然后可爱的双子星拍照 所以我觉得老公 也是很 为我想了很多 他觉得我喜欢的东西 那他就去配合 即便穿上这个 很优质的衣服 都是粉红色 但他也会愿意 爱就是看到 欣赏对方的优点 好 再问一下这样 那你的太太 野蛮女友太太 他们做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感动 一定也有吧 其实有 因为像刚刚我听到 他们讲说 洗衣服这件事情 其实两个人在相处 永远找不到平衡这件事 因为他不可能跟你一样 我觉得衣服晒得好好的 他衣服就是用堆的 他就是往上丢 没倒下来之前都不会用 他就是往上堆 整齐是你是不是 对 其实我 我就是会洗完都折好 他就是这样 干了就往上堆 然后再往上堆 就像土石流下来之后 他才会整 我觉得他是个 很有创意的人 很有创意 没错 就是看那个 然后后来我也练习了 因为我不可能 叫他跟我一样 因为你要意识到说 两个人就是不同的人 对 我觉得这是在婚姻里面 蛮重要的 所以我就陪他堆 我就陪他堆 然后我就训练说 因为我爱打篮球 说看我这次有没有准到 说不会倒 然后就变成 把这个乐趣想说 每一次都是个挑战 然后想说 其实这样好像 也是一个乐趣这样子 可是他看到你 释出一点善意 你跟他一起 你有点靠拢他了 好像没那么在意这个事了 那他会觉得 你有尊重他 他也不自觉地 反而你以前是念 他不做这个事 你这样子做 他反而自己开始会去整理了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我们 这么战斗的 两个天叉电影的个性 可以还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你还是会感觉到说 他也是有点愿意改变的 对 就像他 所以他动得可能有点慢 但他愿意做一些改变 对 他很讨厌洗碗 然后可是 所以碗是你在洗吗 我也讨厌洗碗 你也讨厌 可是他讨厌洗衣服 所以我就帮他 我就先率先去把 所有的全家的衣服 收折 厨师洗 都是我在弄 那他就觉得他有帮我 我有帮他避开 他不喜欢的东西 就有一天他主动就自己去 他就有一天就把说 他自己说 以后洗碗就让他洗 所以他就负责了 这一件事了 今天大家听完我们这一集 应该对这婚姻又充满了希望 如此的不一样 还是可以如此 奇妙和谐地继续生活下去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说话九年多 爱就是接纳自己跟对方的不完美 然后欣赏自己跟对方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今天一个重点是 你要注视到 别人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 祝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这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